另外地黄丸是常用的中程药,主治善逆亏损,头与耳鸣,腰膝酸软,骨蒸潮热,倒汗一惊,另外地黄丸多为蜜丸,通常人们会用温开水送服,其实,最好的方法是用温的带盐水,另外地黄丸用带盐水送服,就是中央日要饮温配物,食盐也是一味中药,其危险性寒,有清火,凉血,解毒的作用,因其危险。 可以饮药入肾,所以可以作为药领,帮助六味地黄丸值得病变处,更好的发挥毒肾的作用,六味地黄丸虽然是贫补的药,但不能当人生素天天吃,一般主张服用一个月后,停一周,或吃一周,期间停一两天,让身体适度休养,另外,长期用六味地黄丸,可能会阻碍鸡胃运化,最好的饭后食到15分钟服用, 六味地黄丸是不要,不过,为害怕了,很多需众之人付以服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